大家好,欢迎来到《穷年》,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解说 游戏改编的电影,我们早期说过 生化危机,这算是比较成功的改编 而今天这部刺激的毁灭战士 同样是游戏改编,巨石主演 到底如何呢? 故事发生在2145年 火星上的联合航天公司 奥都瓦研究中心 此时正在爆发着一场恐怖的烈杀 科学家们似乎被什么生物追杀一般 那名科博士正在向地球汇报着火星研究所上发生的事情 寻求救助并立即隔离了方舟传送 于是联合航太求助地球这边的特别行动小组 现在被困在上面的是6名科学家和79名员工 巨石主演的队长接受了这项任务 他的主要任务是最高机密解除危机 保护并取回联合航太的财产 不择手段保持方舟隔离 最终他带着继的雷霆小队准备执行任务 本来小队这边要休假 这不遇到这样的任务只能强行去了 本来巨石不打算让约翰前去的 因为最初他的父母就是在火星上考古 最后发生了意外 这成为了他的梦魇 但最终为了执行任务 他还是前去了 雷霆小队先是来到了美国内华达州这边的方舟传送中心 他们需要借助这个设备传送到火星上 当然也可能会传送到其他地方 所谓的其他地方就是有些人传送的时候 上半身和下半身分离了 所以火星上面的工作人员就有一个下半身是机器 当然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研究所到底发生了什么 之后那名半身的工作人员启动了遥控监控系统 雷霆小队伸上的枪都有监控设备 巨石让其中一个叫麦克的队员在这里陪伴工作人员 顺带不让其他人逃走 他们几个人前去查探情况 之后他们在大厅这边准备和沙曼莎博士准备一起进去 取回公司想要的资料 而这边资料的人就是当时被困在火星上的79名员工 而约翰和沙曼莎还是兄妹 好吧 反正店要怎么设定角色 我也没有办法 之后巨石查探了下研究所的结构 安排牧师和射鬼去基地工程部 菜鸟和黑霸去科博士的办公室 使神保护博士的安全 巨石和公爵去检查所有的设备 在基因工程部这边有各种奇奇怪怪的研究 可把牧师射鬼两个人看得目瞪口袋 当然后面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禁闭室 而菜鸟和黑霸在沿途发现了带有血迹的衣服 但依然没有发现一个人 至于约翰则陪着博士来到这边拷贝资料 差不多需要半个小时时间 而巨石这边则发现了一个武器室 可惜没有指纹进不去 但从巨石和同伴的对话中我们知道了 博士和约翰是兄妹 刚才我们提到过了 但是两个人却选择了完全不一样的路 姐姐继续父母曾经的工作考古 而约翰则做了雷霆小队的队员 但曾经父母的使用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阴影 也从他和姐姐的对话中知道了 研究所那个狮孩竟然拥有第24对蓝色体 我们人类正常只有23对 但这多出的一对是什么呢 博士说这多出的一对能让他变成超能 细胞分裂的速度比人类快50倍 伤口能立即愈合甚至不会生病 与此同时外面想起了声响 他们找到了惊慌失措的柯博士 他好像被什么给吓到了 巨石让黑霸和博士带他去包扎伤口 而他们几个人则继续搜寻生还者 之后陆续发现了一些生还者 不过这些生还者好像被感染了一般 变成螺同形狮走漏一般的怪物 但最可怕的是柯博士的血液抽取 里面富含着杂志 检测的结果也是血样异常 但没多久柯博士跑走了 而巨石一伙人追捕探望怪兽的时候 其中一个同伴被袭击了 因为怪物的画面过于给力 咱们就先跳过 最终那位被袭击的牧师生死 但死之前被怪物给咬了 当时我猜测可能会被感染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后面他还被感染复活了 当然当时巨石还把怪物给打死了 但博士看到怪物后可吓得够呛 巨石质问怪物的来历 但博士说他并不知道 玄万无果的情况下 巨石下令禁止方舟传送 不能让这种可怕的东西回到地球 并且现在要全面猎杀怪物 还不让队员们向地球求助 但通道有两个 一个是最初的考古遗址这边 所以巨石带领着队员们 前往这边阻截怪物 而在博士这边 他和黑霸遇到了怪物的袭击 还好有纳米墙的阻挡 不然两个人就要领便当了 但随着同伴相继死去 这让巨石怒了 他的四个兄弟都被怪物给杀死了 甚至他都不知道 这怪物到底是怎么来的 最后在巨石的逼迫下 这边研究的是精英改造 为实验体注射了第24次对蓝色体 妄图改造人体 并关在了禁闭室内 但这种物质有两个极端 要么成为超人 要么沦为怪物 而怪物的概率太高太高了 最初那六名科学家博士 就是被自己研究的对象 袭击并感染成怪物 最后巨石做了一个决定 把这些可能感染的人全部灭伤 不让这些人回到地球 可以说电影的前三分钟 巨石都是一名有单单的队长角色 当时最后却变成了一个杀法果决之人 在猎杀怪的时候 巨石被怪物给拖走了 而约翰也受了重伤 命不久矣 当当时离开实验室前 博士拿了一瓶注射药剂 现在能救弟弟的只有这个了 要么变成怪物 要么变成超人 而当时被怪物袭击的巨石也没有死 但最终变成了怪物一般的超人 我也终于知道 电影为什么叫毁灭战士 这个毁灭战士 一部分代表怪物 一部分代表他们这些被改造成超人的战士 当时电影有一段变成第四角的设计游戏 约翰遇到了曾经那名半生的工作人员 他变成了怪物一般 和自己与这个超人比起来 肯定是小意思 这段真的很刺激 电影的最后就是他和巨石的大战 超人和怪物间的战斗 因为巨石不断变成怪物 最后约翰把巨石通过方舟传送 送回到火星基地 并附送了一个炸弹给他 电影也在约翰带着姐姐离开 最终结束了 这部电影的内行 我不太确定是什么 就觉得很刺激很好看 当然某些地方也有些口味不一般 推荐大家去看看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